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方是智力已有障碍的母亲 一方是并无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 哪里才是孩子真正的家呢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哪里是我家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2年6月的一天 江苏省徐州市全山区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案件 在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唇枪舌箭 当然了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而意外却发生在那天法庭的旁听戏上 法锤落下 开庭结束 但是双方的情绪仍然十分激动 争吵正在继续 正在法官和法警 极力安抚双方情绪的时候 意外又出现了 坐在旁听戏上的这名女子 突然精神失控 过了十多分钟 她才被人劝出了法庭 但是情绪永远十分激动 要说法庭上当事人情绪失控 那还可以理解 而旁听戏上的人反应如此激烈 还真是少见 那这名女子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案子的原被告又是什么人呢 这名女子名叫刘媛媛 这场官司的素征对象 是她的儿子泡泡的复养 原告和被告分别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和外公外婆 既然争夺的是刘媛媛儿子的复养权 那么作为母亲 她为什么会坐在旁听戏上呢 孩子的父亲又在哪呢 这张是孩子的妈妈刘媛媛 和爸爸马向成 在三年前所拍摄的照片 那一年 他们惊人介绍结为夫妻 婚后小两口 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 不久 他们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浩浩 浩浩的到来 给一家人带来了快乐 而最开心的 就是浩浩的爷爷和奶奶 可是好景不长 2011年一场变故降临 浩浩的父亲马向成 在工作中意外甚亡 老来丧子是人生的大不幸 更何况老马夫妇 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们的心痛可想而知 于是小孙子浩浩 就成了老两口唯一的念想了 儿子去世后 老马夫妇便来到了居委会 要求指定自己 为孙子的监护人 居委会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把马良年就这一个孩子 也去世了 这个马浩天出生以后 也一直跟这个马良年 在一起生活 就考虑到这个基本状况 如您生的基本伦理道德 这个基本状况 就做出了这个一个指定 拿到了孙子的抚养权 老两口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浩浩的身上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变故又接踵而来 在儿子去世三个月后 儿媳妇刘媛言说 要带着浩浩去亲戚家串门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老马夫妇一路找下来 一直找到了亲家家里 老马夫妇本以为 儿媳妇只是带着孙子 在娘家小住两天就会回来 可是半年过去了 刘媛媛还是没有带着好好回来 在这半年中 老马夫妇多次劝说儿媳妇回来 但是刘媛媛坚持带着孩子住在娘家 一想到这件事 老两口就忍不住掉泪 先是失去了儿子 现在又不见了孙子 这种打击让老人无法承受 老马夫妇本来想着 再去劝劝儿媳妇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他们的亲家 也就是刘媛媛的父母 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要从他们手中 要走好好的抚养权 先是刘媛媛带着孩子 偷偷回了娘家 之后老马夫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老两口认为 憨憨的儿媳妇没这个心眼 都是亲家在中间挑唆的 但是刘媛媛的父母说 根本不存在 他们唆使刘媛媛 逃回娘家的事情 而是女儿在婆家 实在过不下去了 听说女儿受了委屈 做父母的自然 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他们叫刘媛媛带着孩子 回到娘家来 让娘家人照顾 如今女儿是说什么 也不可能回婆家了 在这种情况下 刘媛自然也不能让爷爷奶奶 再把浩浩接走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 在婆家受委屈 也是为了不让女儿和外孙分开 刘家人决定 要坚决和亲家打这场官司 要合理合法的 把外孙留在自己的身边 按说浩浩的父亲去世以后 浩浩的母亲自然而然的 应该成为浩浩的合法监护人 那为什么浩浩的爷爷奶奶 要去居委会开那个证明 要把这监护权握在自己的手里呢 这里边又有什么隐情呢 他妈妈在这喊着 有没有 马老汉回忆说 刚结婚的时候 还没有觉得儿媳刘媛有什么异常 可时间长了 他发现这个儿媳有点不正常 马老汉说 刘媛媛不但思维有些迟钝 活也不太会干 后来是亲家给他们拿来了一份证明 看到这份证明 老马夫妇才明白 为什么儿媳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行为 这是一张残疾人证 是在2009年签发的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刘媛媛本人 上面显示 她是智力残疾人 在儿子去世之后 老马夫妇曾经想过让儿媳来带这个孩子 可是马家就这么一根毒苗 怎么能交给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抚养呢 所以当初老两口才到居委会去申请 做了好好的监护人 而居委会将监护权指定给老马夫妇的时候 其实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这份就是全山区大山头社区居委会 给老马夫妇开举的证明 上面写到 浩浩的母亲刘媛媛是三级智障残疾人 经调查 浩浩一直都是由祖父母抚养 鉴于这种情况 特指定浩浩的祖父马良锦 和祖母陈兴秀二人为浩浩的监护人 对于马家人手里拿到的这份证明 刘家并不认可 他们说 当时马家人去办理证明的时候 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而且刘家人说 刘媛媛的治理根本没有问题 当初他们为女儿去申请办理残疾人证明的时候 其实是有另外的一些私心的 刘家人说 其实刘媛媛的治理是正常的 办这个残疾证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照顾 但是正因为这个治理残疾证明的存在 使得刘媛媛在法律上成了限制行为能力人 失去了成为浩浩监护人的权利 现在浩浩的父亲去世了 母亲没有监护能力 这样看来爷爷奶奶成为他的监护人 也算合情合理 可是刘家人却说 浩浩的爷爷奶奶没有资格成为他的监护人 因为浩浩和马家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三个是招队 招队强风声乐 风声乐呢 就是是一个 浩浩的父亲马向成的绅士 是马家人藏了三十年的秘密 但是现在在法庭上 双方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这个秘密被公之于众了 三天 三天就这么长时间六七九 一杯把这饮料也亮相 一块饺料 还一千八百块钱 给你 晚上就要 才把这饮料 那过来 为了给马家续上香火 老马夫妇可以说是亲其所有了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在这个孩子身上 花费的心血并不比其他的父母少 直到2009年 儿子终于安定下来 结了婚 有了孩子 工作也稳定了 老两口正准备想几天轻浮的时候 儿子却突然去世了 于是老马夫妇很自然的 把所有的爱都寄托在了孙子浩浩的身上 买银子吃 买东西吃 要啥给啥 抱着 不放心 喝酒怎么疼 今天男的带孩子 没带耍头了 你想想 他湿的根 湿的根 你想 在这球根写 有个水 你想想 你不疼吗 你把一个孩子 吐走了 不吃什么 抱走了 人男的 也是个什么形式 你想想 咱们这个书话说得好 老怕嗓子 是吧 儿子的死亡 对被审刑人的打击 是巨大的 是昌云难以忍受的 我想提醒各位 这一点要充分地理解 和尊重被审刑人的感受 死去了威胁的儿子 再得不到威胁的损益 是不是太残酷了 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让亲家对簿公堂 在孩子抚养权之争的背后 才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哪里是我家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老马家的邻居们 对于浩浩被抱走这件事 反映非常强烈 他们觉得 刘家除了这个女儿之外 还有其他的儿女 而在老马家却不一样 浩浩是老马家唯一的一根毒苗 是不是应该为这老两口 以后的日子想一想呢 而在采访中 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 据说老刘家争夺浩浩浩的抚养权 并不是为了亲情 而是为了利益 那这个利益又是什么呢 浩浩的父亲马向成 是在工地上身亡的 他是一名架子工 在搭建建筑物 外面的钢架时 不慎坠落而亡 去世之后 用人单位给了56万元的赔偿金 除去丧葬费用之外 最后还剩下了50万元 最终的分配方案是 刘媛媛15万 老马夫妇15万 浩浩得到20万 由于浩浩还未成年 所以谁拥有浩浩的抚养权 谁就拥有这20万元的支配权 老马夫妇认为 这才是浩浩的外公外婆 要打官司的真正目的 对于马家的质疑 浩浩的姥姥矢口否认 他说 以自己家的经济条件 根本没有必要 去惦记浩浩的这20万块钱 刘家说 其实他们担心的是 如果孩子有马家抚养 一旦老马夫妇去世 钱就会被其他的亲戚占有 取得了浩浩的抚养权 也就顺带拥有了 对浩浩那20万块钱的管理权 甚至是支配权 但是刘家和马家双方都表示 他们争取浩浩的抚养权 绝不是为了钱 而在法庭上 法官也认为 在本案中 浩浩所继承的财产 并不属于本案审判 所需要考量的因素 从本案来讲 当事人肃请的是 监护权的指令 虽然案件的判决结果 会影响到 关于孩子的财产 由谁进行管理 但是本案根本的出发点 是由谁监护 对孩子的成长更为有利 财产的问题 不在最终裁判的考虑范围内 刘家认为 如果真的像法官所说的 从培养孩子的角度出发 来决定孩子的去向 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条件上 还是在文化程度上 自己家都比马家好多了 在法庭上 他们出示了一系列 学历学位证书 证明自己和儿子的文化程度 而且刘家人指出 马老汉夫妇年事已高 身体又不太好 自顾顾暇 怎么能照顾好小浩浩呢 最重要的是 刘媛媛现在住在娘家 她和孩子之间的情感 是无法割舍的 作为一个孩子来讲 能跟随母亲在一起生活 也是最符合人性的需要 孩子母亲在法庭上的表现 令人担忧 对于孩子 她能否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某个人的恋情 是人之常情 孩子只有三岁 不能没有母亲的关怀 母亲给予孩子的爱 其实是其他人 从文化体验 桥首以待的判决结果 会是什么 孩子最终会去往哪个家呢 哪里是我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马一南教授 马老师现在是浩浩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来争夺这个抚养权 跟孩子其实都挺亲的 那这个法庭在判定 谁有资格获得 这个抚养权的时候 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这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在孩子的这个父母 已经死亡 或者父母丧失 这个抚养能力的时候 那么祖父母外祖父母 对这个孩子 是有抚养的义务的 那么具体应该给 就是到底这个孩子 应该是由祖父母来抚养 还是外祖父母来抚养 还是说共同抚养的 要考虑很多因素 比如说这个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身体条件 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什么跟孩子的 这个感情的这个深浅 有没有以前 一起共同生活过 等等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来综合评定一下 谁更适合抚养 那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浩浩的这个父亲 是被浩浩的爷爷奶奶 当初抱养来的 也就是说浩浩 跟他的爷爷奶奶 实际上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浩浩的爷爷奶奶 他是不是有资格来获得 这个抚养权 在这个案子当中 浩浩的父亲和他的爷爷奶奶之间 他是一种事实上的受养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 一个司法解释当中就规定 这个在实践当中 是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如果抱养私自抱养的这个孩子 是以在生活当中 跟这个养父母之间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父母子女的关系 在一起共同生活 双方都是以彼此 以父母子女关系来相处的 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作一种事实受养关系 也应该承认他的法律效力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 浩浩的爸爸和他的爷爷奶奶之间 这个受养关系 是应该得到法律承认的 因此既然收养关系成立了 那么浩浩和爷爷奶奶之间 也就是养祖孙关系 收养关系成立了 他就是自然有资格来获得 因为养父母养子女之间 他的权力义务和普通的 亲身的父母子女权力义务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知道浩浩的母亲 他是有智力残疾的证明 但是他虽然说智力上有残疾 但是他还在 他还是孩子的母亲 那么在法庭判定 谁有资格获得这个抚养权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考虑 这个浩浩母亲的这个因素 当然会考虑的 那么浩浩的母亲 她是一个智力上有一些残疾的人 那么她的这个监护能力是不足的 限制行为能力人 通常是没有监护能力的 但是呢 作为母亲 她跟孩子之间 这个亲缘关系是没有办法割断的 而且这个母亲呢 虽然她的监护能力不足 但是她的这种智障呢 她母爱是有的 母爱是有的 而且在法律上 我们非常的强调 就是父母子女之间这种侵权关系 不因为法律规定的那些原因 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一些情形发生 她是不能够随便地剥夺的 就是说母亲对这个浩浩的这个侵权 她是存在的 她有权利跟浩浩一起共同生活 她也有义务 尽她的所能来抚养浩浩浩 并且在她有一定监护能力的时候 她也可以照料浩浩的生活 监督她的 就是说代理她 从事一些一些简单的一些民事活动 不过要说起浩浩的母亲 对浩浩的这些生活上的照料 还是让人有一些担心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的那一幕 就是浩浩的母亲 在这个法庭上情绪非常的激动 那她之所以有这种过激的这种行为 只是因为公共婆婆说了一些气话 她觉得听不进去了 这个浩浩母亲这种表现的话 她来照顾这个浩浩的生活 会不会影响到 她对孩子的这种抚养和教育 这也确实让人感到担忧 在本案的主审法官看来 虽然浩浩的母亲刘媛媛 没有监护资格 但是她的情况 对于本案的最终判决 却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孩子只有三岁 都能没有母亲的关怀 母亲给予孩子的爱 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的 为了搞清刘媛媛 在生活中的真实状况 记者在庭审的当天下午 特地去拜访了刘媛媛 此时她的情绪已经平复 记者试着与她进行了沟通 一番对话下来 刘媛媛的表述 虽然有些迟缓 但思路清晰 随后记者又问了一些 关于孩子的其他问题 记者又向她问起了 上午在法庭的情况 此时刘媛媛的反应很平静 在采访的过程中 刘媛媛明确表示 她不愿意再回到婆家去 说话间 浩浩午睡醒了过来 刘媛媛给孩子换上衣服 陪孩子说话 浩浩吃西瓜的时候 她会事先帮浩浩把瓜子拿掉 跟浩浩在一起的时候 刘媛媛和正常的一个当妈的 没有什么两样 在本案中 法院综合对比了浩浩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条件 认为双方的抚养条件 并没有明显的优劣 在这种情况下 浩浩母亲刘媛媛的情况 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从孩子母亲刘媛媛的角度来说 虽然做成残疾 但可以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自身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并不依赖他人照看 而且他也能照亮孩子的日常喜剧 母子怜心是人之常情 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来讲 母亲的陪伴和呵护 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已经失去父爱的情况下 马浩天更应该随母亲共同生活 而且在马翔春去世后 刘媛媛已经带了孩子 回到娘家和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 因此从有利于马浩天 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考虑 有孩子的外祖父母监护 更为合适 2012年6月21日 徐州市全山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撤销全山区金山街道 大山头社区居委会所做出的 马良锦 陈兴秀 为浩浩监护人的指定 重新指定浩浩的外祖父母 刘宝祝 张文华为他的监护人 法院做出了判决 指定浩浩的外公外婆 为他的监护人 但是法官呢也特别强调 刘家人应该考虑到 浩浩爷爷奶奶的心情 应该经常带着孩子 去探望两位老人 只有这样 也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两家人的矛盾 毕竟孩子是两家人共鸣的希望 他也不应该因为一场关损 吃取自己的爷爷奶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马老师 创业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